大家好,本节课我们来讲解伏点数的运算 在计算机中,伏点数运算有几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一个就是很多伏点数都无法在计算机中精确地表示 例如常见的一个小数0.1在计算机中就无法精确地表示 因为我们把实进制的0.1换成了二进制的0.1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 计算机不可能在有限的列程中表示一个无限循环小数 因此0.1就无法精确地表示 伏点数的第二个特点是计算会有无差 例如我们计算1减去9.0除以10 它的计算结果理论上讲应该是0.1 但是实际上因为伏点数无法精确表示 所以在计算机计算的过程中它会有无差 在计算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伏点数和一个整数进行运算 整形可以自动提升到伏点形 例如24.0除以5 编译器会自动地把5先转化成5.0 然后再进行计算 结果就是伏点类型 我们要特别注意类型不能自动提升的情况 例如24除以5的时候 因为两个数都是整数 所以计算结果仍然是整数 这样我们就可能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 解决方法是我们把24获得5 其中的某一个数变成一个伏点数 我们导入伏点数据上的练习 我们执行这个加法程序 可以看到 变量A等于0.1 而变量B的结果理论上价它也应该是0.1 但是计算结果会显示它有一个非常微小的无差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变量没有做自动提升的情况 在计算第一和第二的时候 我们会分别得到6.0和5.2这两个结果 这是因为24除以5并没有做自动提升 解决方法是我们把其中某一个数字变成一个伏点数 再执行计算结果就是正确的6.0 伏点数的计算结果有几个特殊值需要注意 一个是0.0除以0 它不会报错而是会得到一个NAN的值 它表示Not a number 一个正的伏点数除以0 会得到一个Infinity 表示无穷大 一个负的伏点数除以0 会得到一个负的Infinity 表示负的无穷大 这三个情况很早出现 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负点数变成一个整数 我们可以用强制转型 强制转型为一个整数 会直接扔掉后面的小数位 所以我们注意到 12.3和12.7 转型为整形的时候 它的结果都是12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进行四射五入怎么办呢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技巧 就是伏点数加上0.5 再进行强制转型 就可以实现四射五入 如果一个伏点数的范围非常大 超出了整形的范围 那么强制转型会自动变为整形的最大值 我们再看一下 如何将伏点数转化为整形 运行交换程序我们会看到 直接将伏点数转化为整形 会仅仅保留整数部分 要对伏点数进行四射五入 我们可以加上0.5 再进行转化 如果伏点数的范围特别大 那么转化出来的整形 将会变成一个最大值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伏点数在计算机中 可能无法精确地表示 并且伏点数的运算结果 极有可能是有无差的 伏点数和整形运算 它的结果会自动提升为伏点形 我们可以强制转型伏点数为整形 但是可能会丢失精度 我们可以强制转型资格